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要讲讲 就是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这个菲律宾真的 又来挑衅,叫了你不要挑衅 结果呢 他们又是要挑衅 原来在一个星期内 菲律宾亦再次跟中国海警船隻 发生事故 应该是故意的 菲律宾也很搞笑 他们就说你们中国怎样怎样 菲律宾自己官方的一条视频 很明显是你 控过去别人那里 只要他说不是 是你们先动手 但你发现那条视频也是 好像被动是那一艘中方的船隻 我初初以为应该不是 但这一艘船一退后 你看到是中国海警 即是他那一刻是碰上去的 不过这样 你知道他们是说什么 这个叫做拆 不是碰 中方也是声称救了一位 是跌下海的飞方人员 不过 菲律宾就说这个 是假新闻 我当然相信中国 但是这个救人那个 可能是拍不到视频 因为救人要紧 或者其他东西 还有 我们从逻辑上去推 如果你跌了一个人下去 你死了一个人 你肯定又是 想都想到了 如果死了一个人的话 整个西方又是一起站在你那边 真心说中国会这么笨 站在你那边之后 一起谴责 可能有些制裁的 那些事情都不奇怪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跌下去 他一定会救你的 担心你碰瓷 你碰瓷成性 对吗?大博教授是不是这样说 你碰瓷成性 如果不救你 你真的死了一个人 你之前说过 如果你非方有 其实说这句话 我觉得他真的很想死人 我不是开玩笑 谁敢说 你如果有人死了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可能有场战争 当然我觉得你单独不敢 是大陆发动战争的 但是 你可能和其他 是美国那些人一起搞制裁的东西 或者是 和西媒一起去写 你知不知道 第一次碰瓷的时候 都挺厉害的 这个中方亦都有视频 为什么你这么多西媒记者 在另一只船那里 为什么呢? 看电影 等着做新闻 是的 事先通知了 设置个试图 设置他们 等拍照 等出新闻 是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一周内 两次碰撞 中方亦声称救了一位跌下海的人员 也警告福利宾 你们不可以再侵权了 在福利宾的媒体片段当中看到 中方 海警船 就是 近着船手的位置 其实就和福利宾的这个船是有 碰撞 是有碰撞的 当然看到 其实你看回这条视频 应该是福利宾主动的 福利宾 亦都说 这些 你不要胡说 是你们出手 中方亦都表示 福利宾一艘船 在日前 不顾中方的劝告 和警告 执意地向 非法滞留在中国南沙 群岛先宾朝的 福利宾海警船 是运送物资的 中方对于福利宾少士船 是依法进行管控 非方拒绝不接受管控 其实之前已经说明了不可感 又是破坏承诺 几个星期前就说 大家一起 是管控好它 但是 你又是破坏承诺那个 亦都故意碰撞中方船隻 导致是 拆碰 责任存在非方 中方亦都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 第一时间救起非方的落水人员 并且是告诫非方停止侵权行为 另外一条视频 其实 中国另外一艘海警船 同日亦都是对福利宾的船隻 吐了水 吐了这个是射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非法进入 福利宾亦都指责中方阻碍非方在运送物资 而且人家挑衅 包括 是射水 当然 这也是中非 船隻一个星期内再次在鲜崩礁 发生冲突 中国海警局 过去一个星期亦都表示 菲律宾两艘 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进入鲜崩礁的海域 并且说非方船隻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碰撞中方船 导致是拆碰 在北京外交部早已强调 先宾招是中国 南沙群岛一部分 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亦是无人的赌招 非方派海警船 这个行为是挑衅 就想着 一旦有一艘船 船在那里 有保级 不扣长期在那里 即是有保级 即是长期都在那里 是吗 本来这些事件 可以谈的 你是要搞到升级 我又觉得 他又不知为什么 每次好像大家 谈好了 你又是出来搞事 不知为什么 每次都是这样 菲律宾的海士丹 是你们中国错 你这样搞很危险 他就说 责任存在是中国方 大家说的其实都差不多 你看回第一条视频 看来好像李主动 是李主动 他更加说 你们说大话 你们没有救过人 是假新闻 他们也说 没有根据这些假新闻 和错误讯息 表明了中方扭曲事实 并且散步 是虚假讯息 打算维持公众形象 声明也说 中国的船员不专业 是逼人非法 对菲律宾人员的安全 构成威胁 之前你又有向中方人员 撥些不明液体 是吗 撑你 这个液体更可怕 所以说 为什么拿刀 因为他当时反应不知怎样 有什么 正常人手边有什么就拿东西 或者是 凶回来转头 我怎么知道你扑什么 虽然采取了这些挑衅的举动 但是 很搞笑 他们 说但是我方的船只 仍然保持公昂的志气 这关志气什么事 他没有什么可以说 现在 菲律宾人说 我们还很有志气 我不知道你什么 对 哎 什么呀 而且 很安全 没有人受伤 别人这样说 为什么他们说 无人受伤 因为他们害怕 如果受伤 是不是有人落水 落水的人就没有视频 大家都没有 不过可能中方之后放出来也不奇怪 是吗 他说 很有志气 关什么事 这个跟两军队女 我当你两军队女 其实不是 好像真的无关事 蛤 很有志气 听起来 这么搞笑 你以为干什么 当然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菲律宾人都很烦 明明很多东西搞定了 你继续搞 第二则新闻 就讲一下东电 东电又要排海 中国 当然已经暂停了 日本水产进口一年 原来 亦有食店受到冲击 另外宣传使用中国海产品的日系 回转寿司店人气急升 访日人数亦都增加 即是他说 哎呀 你们不是很有 好傲气的吗 不要的吗 访日人数增加 你是否可以证明他个个都吃水产品 有些喜欢吃牛肉 是的 有其他东西吃的 访日人数增加是因为汇率 亦都证明了 他们 不是你们后中说个个都是小粉红 不是给中共洗脑 好 中共亦都没有洗脑 是不是 他有没有说不准去 不就一样 如果好像你口中说的 他应该是不让国民出国的 因为你这样说 打他脸 有没有这样 没有 因为他就觉得这些正常 这些个个都觉得正常 你就觉得 你这么多人访华 你小粉红 不是很爱国的吗 爱国不代表是一定不去日本的 当然有些大是大非之前 肯定要表态或者行动不出奇 这个人之常情 你天天骂我 骂我家人 我难道还要去吗 有些人觉得行就行 亦都证明了大陆政府不是你口中说的 是专制 如果他 喂 有个国家叫朝鲜 他就真的是专制 他就不让人走 亦都不让人入 现在大陆还是开放了很多人 包括小弟的国家 澳洲也是有变迁的 是吗 另外呢 因为经济差 那就对了 之前你们又说习近平 就算中国塌了 都是为面子而活 现在他又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当然 现在日本 亦都呼吁 是 中方解除对海产品的禁令 外交部怎样回应呢 外交部发言无邻 他就说 日本 在没有和周边国家充分协调之下 但方便 启动福岛 核污水排放计划 向全世界 转移风险是对的 我看到台媒 南韩证了一千多次 他说证明了没有事 我都说三十年了 你证头一两年 你之后一直证三十年 如果你证到 而且这些东西 不是即时见效 你三十年后 仍然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真的没有事 但你不要忘记核那些东西 记得之前有德国野猪 他几十年后才看到 是的 因为那块地 要进入身体 所以这些就是 如果你这么无断的话 这样才是不科学 因为没有过先例 科学有时是预判 是预判 但是你之前没有先例 没有个foundation可以预判 那再看 无邻怎么说 他就说 这些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亦都不符合国际法 是轮角相处之道 中方对此 一贯坚决反对 并且向日方多次表明 严正关切 包括中方在内的各个国家 采取相关的防范 和应对措施 维护 食品安全和民众的健康 是完全正当合理必要的 你们当时 将中国女客 维持 日本民众健康 是完全合理 和必要的 记得 他就是要 特意检查中国女客 当时新冠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 中招的时候 是吧 无邻亦都说 其实 中日双方对于 福岛 核污水排放问题 保持着磋商 中方亦都强调 在排放核污水问题上 日本 越是透明开放 越有在于 缓解国际社会忧虑 中方再次敦促 入方认真 是回应国内外关切 切实 是履行自身责任和义报 全面配合建立周边 轮角等利益关由方 这个是 参与 还有 是独立有效的 长期国际监管机制需要 这个就是 对的 这样也是对的 还有你说有什么高档 那些东西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你们也认识那家东西 那家东西说明是 什么狼 他说明是中国的海产品 是的 不是用日本那些 不是用日本入口那些 第二是你应该连日本东西都不认识的 这个不是主流意见 其实正常人就不像你口中小粉红 当然 他就是为了 污蔑中国 他就把最极端的人抽出来说 这个是无意义的 亦只是 不过媒体这么坏 他就肯定希望你们是有话题 原来 这个 这家东西 其实之前也很麻烦 这家东西 因为有些 狂搞事件 没错 在7 他们就说 很多 生意挺好的 恢复疫情前的七成水平 用新开的就排了很久 这个很简单 我一句话就迫你 因为我国人是理智 政府也没有宣传过那一图 也证明了中国政府是任得 是民众选择的 是不是 我只是这样回答你 不是像你这样说 什么洗脑 也证明了洗脑 没有洗脑 或者你说有洗脑 但是洗脑不成功 如果按照你这样说 洗脑不成功 你们经常说洗脑很成功 每个都是 上头 好像没有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我觉得 取消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刚才中国说明 一个可以大家接受的机制 一直都这么说 其实它没有变过 大陆是没有变过的 这个理论是没有变过的 一直都没有变过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还有则新闻 我想起一首歌 现代爱情故事 这是战争爱情故事 那发生什么事呢 俄罗斯 全面出兵乌克兰之后 其实 乌克兰人的生活有变 三分之二的乌克人 在冲突当中 是 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参加战争 有人失去了亲戚和朋友 在 你也知道 长达几个小时的停电 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的新常态 一些城市 亦被俄军的空中攻势当中摧毁 但是 虽然 和应对 导弹攻势和停电的食物 短缺这些相比 追求爱情是其次 但是 很多乌克兰 人 已经是不同了 以前乌克兰人 都挺浪漫的 现在他们需要浪漫关系 帮助他们 在应对战争 生活的创伤 当然 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乌克兰的离婚率都高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真的顶不住 太久 有些人去了其他交易国家做难民 和当地的 无论男女也有和他们重新结合的家庭 因为不知何时可以回到祖国 这个也很正常 我也觉得不需要谴责每个人的选择 是不是 乌克兰基库其实是一个 服饰品牌 很多服饰品牌在那里 蜡烛首都 35岁的 营销总监 叫做Katrina 过去两年他一直打算 找一个真命天子 但是现在他不敢想 战争成为了障碍 他说曾经见到一个很心疑的对象 但是 结果 想和他表白的时候 对方说 对不起 我刚刚收到 是应 应招入午的这个通知 第二天就要上前线了 原来他后来也和另一位男子 互相 是传递了心疑的消息 就是大家表白 但是 回到男子就说 对不起 我想我要辜负你 因为 担心很快认证入午 他就有两段情 无疾而终 后来 Katrina 在交友网站上看到一位男子 很英俊 好男子 但是 俄国人 不是 俄国人 他没有了一箱腿 后来才知道 作战 作战 大家 他就 我们不可以怪人 因为没有人去选择 他就说看了他 而且也通过 他在想自己是否可以处理好一段 和一位 是 伤残退午军人的感情 最后也跟他说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事件 我未准备好 是开始这段情 这是我自己想像的 如果你是跟他已经开始了 他之后发生一些不幸事件 冒了一些手脚 可能你会接受到 那个冲 因为你已经建立了感情 之后才发生 对 因为之后发生 可能会有多一些想法 多一些想法 我战争 大家知道三分之二的乌克兰人 其实 都面临着没有电 对于女性来说 其实 感情的创伤都挺大 因为很多男士就上战场 有些死了 有些做逃兵 有些就不敢出门口 担心被人是精兵 在首都基辅 其实出现在街头的男子的数目 已经少了很多 在一些村庄 精兵已经令到男人的数目大减 甚至没有 乌克兰斯被治疗师 是一位叫 Margarita 他就说 其实这样导致 有意 谈恋爱的男人 其实他们都不愿意谈 刚才那就是 刚才那两个 都要上战场 所以免得可以剪断感情 可能你对的时候 别人又不对 战争 亦令到男生建立场 其实关系更加困难 很多官兵 因为 战场经历造成了心理压力 导致他们和 亲密的 无论女友 还是老婆的关系开始疏离 因为有些藏伤 多名女性也接受了 这位心理学家访问时 他们担心 他们也是担心 与那些军人拍拖 因为 如果 最怕你真的投入了一段感情带 明天他就不再 在这个世界上 多么的相同 就是忍受 也应该说 是不知怎样面对你 明天可能没有了伴侣 所以不如就不开展一段感情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又担心 他们另外一半有机会阵亡 政府数据看到乌克兰去年 出生率是10年来最低 结婚率是第2低 离婚率 就破了历史 看回战争动荡的一些女子 现在采取 不同的思考方式来过日子 好像使用交友软件 和一些 Fast Dating 的一些约会 好像一位36岁的人员 她最近在基库的一间 cafe 这是第一次Fast Dating 这位女子 她就说 战争是令建立关系 高吹的重要因素 爱 是大家都有 但是很多人不敢表示 因为担心 失去治爱那一刻 是多么相同 因为她已经看到 很多亲戚朋友失去了治爱 她自己就不敢 另外前线那些更加不敢 原来 亦有记者访问了 前线的一些男子 他们就说 我们说这些说话 你初初以为 如果你不看她的背景 你以为她渣男 他说 有时候我太爱我的女朋友 所以不想再和她一起 好像一位 叫做崔科夫的士兵 为什么呢 问他 之后 他就立高自己的 腹脚 原来 他装了二致 没有了脚 之后他说 很想和女朋友分手 但女朋友苦苦坚持 那也算好了 真心说 就是肯坚持 但是他就说 就算战争明天结束 我们能够忘记 战争的残酷吗 我永远失去了 我身体一部分 是吧 那当然了 崔科夫 他也说 幸好女友的杰茄 他说看到一个 那么好的女孩子 已经足够了 但是 记者问他 你是不是已经打算 不和她分手 不是 我不想女了她 这段爱情也挺伟大 也挺伟大 觉得 我不想拖累你 但是很多渣男女 不想拖累你 但她应该不是渣男 她真的担心拖累她的 女朋友 所以不如不改 不如自己过日子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